QO的电脑和签证移民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的是 英国内政部 Immigration Statistic 就是英国内政部统计的 报纳名和审批的数量统计 然后我们用这个统计做了一个表格 统计的数据是这里 这个详细的数据 还有这一个统计 就两个统计 然后我得出的这个表格 统计的表格 内政部统计的表格 最终的统计的数据是 去开庭成功的人数是623人 总的开庭人数只有4898人 移民官批的是2085人 总的申请难民是28412人 这是20年内的 然后得出最后的总成功率是9.53 意思就是说大概10个人 有接近1个人成功 拿到身份 然后其中开庭的比例 只是17.24 就是说10个人 大概有8个人跑掉了 没有去开庭 然后总的报纳名是28412人 法庭批的623人 移民局批的2085人 最后无身份的是26327人 无身份跑掉了 所以这个是最终的难民统计 是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出来的 所以那位律师如果告诉你 他成功率很高 他几乎都是骗人的 看一下 这个是英国 Home Office内政部的统计数据 然后我们截取的数据 是在这个数据里面的 读取出来的 只有623人 开庭批的身份 623人 确认 然后这个总共的难民 难民批身份在这里 他几乎看上来 你看批身份的每年都是各位数 就是都是十位数 每年批身份的人数几乎没有 没有过百的 说明他那个 我们把难民却有几千人 而批身份的只是各位数 所以在英国批难民 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数据是根据英国 内政部统计的官方数据 是证据全世界的 当然我这里选择的只是猜拿 所以有这个图表 我们可以看出 在英国靠难民 拿到身份的可能性 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就是十个人 大概有一个人会拿到身份 剩下的九个人 都没有身份 这里是QO的电脑和签证移民 这个统计是为了给伙伴们 弄清楚局势 当然现在我们目前来讲 最明白的 也是最贴切的 就是七岁拿到身份 就是小孩子在英国生活 年续生活七年 是唯一的途径可以拿到身份 就是批的成功率也是比较高 会达到九成的 谢谢你 这些东西是 这些东西的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